因為你們平常都穿運動服 私底下的你 領陽是穿什麼樣子衣服 我覺得這套很像就是低調 沉穩的感覺 所以其實很常有人 我走過去那種搭捷運 沒有人認出來 你少來 剛剛在我們那一彩排的時候 他一經過 他只是很低調 黑色這樣 所有人都在尖角 你這個打扮的女朋友有看過嗎 剛剛還沒來得及傳給他 沒有 他自己在線上應該會跳出很多的快序 但你剛剛從日本度假回來 你們在日本會不會逛街 會 也會逛街 是你逛還是女朋友逛的 我們兩個都會逛 真的假的 你通常在逛街的時候 你是會給女朋友意見的 還是說你就是當挑夫幫忙拿東西的 我當挑夫比較多 就幫忙拿東西 拿好 來 李楊先生 幫我們捕捉一下畫面 同時呢 李楊現在也有新的身分喔 國立體育大學的副教授 然後呢 最近呢真的是馬步行騎 活動各方邀約 這是台灣爬爬燥 今天才從台中趕回來 來共襄盛舉我們的 微風新衣之夜 來 李楊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今天的打扮 跟你平常的運動風很不一樣耶 我覺得今天是巴黎世家的Smart schedule 我覺得他是走一個聰明的休閒風 讓我覺得有點時尚 然後又可以結合運動員 我其實很好奇 因為你們平常都穿運動服 私底下的你 李楊是穿什麼樣子的衣服 我覺得我跟這套很像 就是低調沈穩的感覺 所以其實很常有人 我走過去那種搭捷運 沒有人認出來 你少來 剛剛在我們那彩排的時候 他一經過 他只是很低調 黑色這樣 所有人都在尖角 你現在到處會不會覺得很不方便 因為走到頭的大家都是 李楊 李楊 這樣子 我等一下拔看看捷運 看有沒有這樣的困擾 他等一下搭捷運公開 是要做反南線 還是要跟我們預告一下 可能反南線嗎 可能反南線對不對 好啦 當然最近有這個新的身分 就是副教授的部分 你覺得在你未來 可能在你的職業上面 你有一些比較緊張的準備嗎 因為你知道你現在又 算是半個全職的公眾人物 到處在參與不同的活動 推動體育這件事情 不知道之後呢 你要擔任副教授 會不會很難轉換這個身分 我覺得我現在也還在轉換階段 所以我還不敢確定說 我轉成副教授的這個階段 會不會有很好的發展 但希望說我可以把每個角色都扮演好 真的要代替全台灣的民眾 感謝你們 因為你們奪得金牌 讓我們台灣的體育被大家可以看到 被關注到 對不對 你都覺得很害羞喔 我會 有一點對不對 可是我很好奇喔 你是個打扮的女朋友有看過嗎 剛剛還沒來得及傳給他 等一下他 沒有他自己在線上應該會跳出很多的快序 但你剛從日本度假回來 你們在日本會不會逛街 會 也會逛街 是你逛還是女朋友逛 我們兩個都會逛 真的假的 欸那我很好奇 大家都想知道李楊是怎樣的情人 對不對 你通常在逛街的時候 你是會給女朋友意見的 還是說你就是當挑夫 幫忙拿東西的 我當挑夫比較多 就幫忙拿東西拿好 真的假的 你真的是心好男人欸 又可愛 到底誰不愛你啊 對不對 對 上次來到微風市2021的時候 東京奧運 那這一次是第二次 有沒有比較駕輕就鎖 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沒有 這次有比上次好一點 就是感覺面對這麼多喜歡的人 但是我覺得真的很感謝你 是 是 沒有 是 是拍客風 有有有有 我現在都有在看他的比賽 有有關注他的比賽過程 然後他 我們兩個自己也有細訊 然後去 去討論這個賽事 然後跟他們的搭配這樣 好 我覺得主要還是希望說 他跟秋香爺的搭配可以打得很好 讓更多人看到我們羽毛球的魅力 然後希望有更多 台灣人參與球這項運動 我很感謝 就是到每一個現場 都很多 關心我們的朋友們吧 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事 也感謝他們這麼喜歡運動 因為其實這些支持的力量 對我們運動員來講 都是非常重要